第四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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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那個遠崩車業的負責人小楓 你好 大家各位好 我們要請問一下 那個機車補助的規則是什麼 太舊換新補助了 因為七期目前補助金額 目前是政府裡面的話 目前補助最高的 那如果說政府有一個條件 是說你的舊車出廠年份 要民國96年6月底以前出廠的車子 有可以申請七期補助條件的辦法 那基本上你舊換新補助的話 總共有三筆 一個是 七期補助的話補助5000塊 那還有開舊換新的貨物稅減免4000塊 加一個舊車回收獎金300塊 所以總共有9300的補助 那基本上因為 目前的話要年底了 那現在目前預訂的方式 新車都是要用採購採預訂的方式 那可能就是 今天到明天以前都是最後一天了 目前官網的公告是說 明天以前訂車 都有確定可以補助到這個9300補助 那如果說你過了5號以後 訂車的人 可能基本上的話 他的訂車的補助標準 有機會沒有辦法身體到補助 那所以說因為目前已經接近尾聲了 可能最慢明天以前一定要來下訂 那基本上的話如果說超過6號以後 下訂的話 可能新車因為目前的話 預訂的車太多種了 電單做不來的時候 可能有機會沒有辦法身體不住 所以要請很多位 可能要加碼腳步 要盡快 這補助就是9300 是沒錯 那目前最多人訂的車款 可以推薦一下嗎 目前的話有 新名流125 目前它是空間大 然後置物箱也大 目前最省油的 那如果說是女孩子要騎的話 那可以買NICE100 因為它的腳踏板空間又加寬 然後它的植物箱也蠻大的 然後它的植物箱也蠻大的 它基本上的話又輕巧 因為她就是駕馭又比較好欠 然後再來是做 如果說你它中間的預算的話 也可以 我們考慮那個GPL5 開算蠻平民的 這三款車其實大概 我住完之後 大概落在4萬塊到5萬多塊左右而已 所以這台車目前是賣最好的 是 好 那我們謝謝小波 好 謝謝 謝謝